在乐视网半年亏100个亿的消息出来后不久 没想到仅过了一天 ST信微就超越乐视 勇夺亏损之王宝座 8月30日晚间 ST信微发布中报 净亏损155.5亿元 2018年同期净亏损4.49亿元 亏损同比增加3363% 而ST信微截至昨日收盘 已经连续36个跌停 而且从跌停板上的风单手上 这个跌停数量还得继续下去 曾经市值高达2000亿ST信微 如今全面崩塌